哈喽,红豆沙漠好,我是Sasha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几本我在六月读到的非常有意思的书籍 首先照例看一下整月盖览 几乎那一整个月我都在忙期末,候选人考试,研究汇报等等 留给娱乐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不太足 看完了六本书,其中有两本是属于特定主题的阅读挑战的 之后我会单独录视频汇报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下我,蹲个更新 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剩下的这四本 OK,第一本是我非常喜欢,非常推荐的 《座谈长青树,斯蒂芬金的创作生涯回忆录》 写作这回事,当中既有以幽默的笔锋勾画的人生回响 也有那些赋以实力的精准的写作教学 我认为无论你是故事爱好者 想单纯像读小说一样了解下斯蒂芬金的人生经历 例如说你是写作爱好者,想向畅销大师学艺 这本书都会带给你十分满足的阅读体验 那咱们首先来说人生经历部分 斯蒂芬金呢,出生于1947年 其实可以算老一辈的作者了 但是直至今日,他的作品都信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斯蒂芬金上大学时学的是英文专业 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他都在做着薪水微薄的工作 但尽管工作繁忙,生活艰难 他却一直没有忘记儿时的爱好,也就是写作 当老金还是小金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了 他那会儿在墙上盯了颗钉子 把所有的退稿信函都插在这颗钉子上 他就这样不断创作,不断投稿,又不断被拒绝 直至有一天,那颗钉子都不堪重负 你以为他要放弃了吗? No,他只是换了颗钉子 坚韧之外,我还很佩服他的理智 因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受到拒绝时 很容易陷入情绪的漩涡一蹶不振 但斯蒂芬金却关注到了每一次拒绝的差别 分析自己是否有进步 比如最初的退稿只是收到了一句话的简短通知 后面的退稿却增加了许多编辑的修改建议和鼓励 在这份用心和坚持的帮助下 终于到1974年,斯蒂芬金以魔女嘉丽一炮而红 真正的成为了畅销书作家,走上了大红大紫的道路 好,那再来说说写作教学部分 我认为它可以再分成故事和语言 语言部分过于专业 而且讲真的对英语写作者帮助更大 我在这儿就不提了 但是故事部分呢,给了我超多启发 哦对,by the way,这里的写作建议主要针对的是 虚构写作小说创作的 老金认为啊,想创作一部好作品 首先需要一个好故事 在之后才是利益和升华 而创作一个好故事,则需要一个好的情景 这个词呢,咱们可以理解成故事的假定背景 书中写道,情景只要足够强 就会让情节设计完全失去意义 而最有趣的情景通常可以用如果是问题来呈现 如果吸血鬼入侵某个新英格兰小镇会发生什么 如果内华达州偏远小城里一个警察突然狂性大发 见人就杀会怎么样 如果清洁女工摆脱了杀害丈夫的嫌疑 却因一件他没犯的杀人案受到指控会如何 如果我再对这一本书滔滔不绝 剩下的三本书可怎么办 小飞自然死亡 是短篇法医故事集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和我一样花钱把它买回来 才发现自己在仓衣社上读到过当中的大部分片目 好的 首先正经公正的来讲啊 书中破案的过程我还是很享受的 案情设计的都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 题目起的虽然有点功耗风 但确实挺吸引人的 专业性内容真的叫人眼前一亮 比如说竹鼓啊 法医昆虫学啊 男女服侍的区别啊 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平时很少接触到的 我也很喜欢它的设计 还单独送了个知识点小册子 里面的法医知识都可新奇了 但是呢 真的不好意思 我非常需要吐槽下 本书的缺点太明显了 首先它不太有叙述感 故事感 段落都很短很散 几乎全篇没有超过两三行的 而且呢 好像作者非常想多添加些细节 但他又不知道该写什么 所以反而增添了许多分散读者注意力的冗余 比如说啊 人物对话明明可以一句一句 这样快速流畅的顺下来 但是他非要写成小A做出了什么动作 用什么样的语气带着怎样的表情 说到巴拉巴拉巴拉 我和小B当时听到做出怎样的表情 心想到巴拉巴拉巴拉 真的让人非常想跳毒了 另外书中评价和感叹性的话太多了 带着职业荣誉感感叹法医工作是一回事 但是带着主观情绪 不断评价一个新人女法医角色 就有点令人不适了 仿佛整本书只能围着男主人公转 其他角色的话语和行为 明明已经体现了人家特征了 但作者非得让男主人公再来定义他们下 我事先也去读了许多豆瓣短评 有不少网友和我感受相近 个人认为呢 刘晓辉日后在创作中 可以多扬长避短一下 多发挥他作为一线工作者 比别人有更多的直接经验和专业学识 这个优势 在写作方面多注重案件本身 不妨尝试以更长一些的叙述或描写段落 来交代案情进展 以此替换他不那么擅长的人物对话 那最后我想真诚的感谢 大家来听我的用嘴写作大师课 也非常感谢主办方啊 特意把我排在了斯蒂芬金后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期的Sasha今天喝什么矿泉水泡的薄荷叶和柠檬片 你们的妈妈近期有没有爱上独创夏日冷饮 如果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的话 弹幕当中飘个一 薄荷叶和柠檬真的是绝配 就有一种夏天逛公园 在小餐车里面买墨吉托呀 鲜榨柠檬汁呀 You know 就是那种又清爽又慵懒又放松的夏日风格 再喝一口吧 真的挺好喝的 好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部非常舒展的作品 它能用温柔沉静的力量治愈你 让你的心瞬间静下来 那就是简谷道尔的自传 点燃希望 相信大家儿时在科学课上都听过简谷道尔的经历 它在尼日利亚贡辈的野外 观察大猩猩的真实生活 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一手资料 别看本书小小的啊 它却整齐的按时间顺序 划分了17个章节 进入了谷道尔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和反思 儿时如何被自然所吸引 青年时期如何做出赴非洲考察的挑战性决定 人到中年又如何在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 自学成为博士 突破性科研成果 预险经历 信仰婚姻等等 本书不仅以凝练而优雅的笔墨 绘制了科学家的精彩一生 同时又融合了回忆与沉思 揭示了谷道尔对环境保护 动物实验 人类种群之间的排挤歧视 等等热点社会问题的思考 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 都极其有亲和力 好像你坐在火炉旁 听谷道尔奶奶讲故事一样 诸多片段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其中有一些是正面积极的 比如谷道尔儿时 家庭 并不算大富大贵 但氛围呢非常和谐 而且很看重培养孩子们对知识和世界的好奇 因此他儿时就有大段时间花在野外 探索观察 或是整个人主动埋头于书本之中 另外一段经历发生在谷道尔的老年时期 他去参加了一个交流还是座谈会活动 遇到了一位在动物实验方向与他持相反观点的女士 面对那位女士的尖锐 谷道尔很真诚的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又十分温和的分析了双方的观点 最终让那位女士对他们讨论的话题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但也有一些片段呢 说消极好像词有点大 暂且说令人感慨吧 比如说谷道尔有次抱着非常单纯的去讨论科学问题的态度 参加了一次大会 却发现科学是会被政治所左右的 刚刚相机去称了下店 可能不仅远近有点变化 书中另一个片段或说章节 给我留下了残酷的印象 你会看到黑猩猩如何抱团去欺负其他族群的同类 对外族的孕妇一拥而上拳脚相加 甚至会将一些与自己曾经一同玩耍生活过的外族伙伴殴打致死 而我想通过这一点引出下一本书也就是珍妮弗·埃伯哈特博士的偏见 看过黑猩猩排排之后 再来看看咱们人类自己 埃伯哈特博士是美国的一位非裔社会心理学家 多年坚持研究着偏见 尤其是种族歧视方面的问题 而且他和诸多像企业啊 警察局监狱等等机构都保持着教学关系 我在录读书日种草视频那天下单的本书 收到后很快就读完了 书中有很多的专业内容 但同时作者的叙述也比较像讲故事 不会生硬枯燥 本书我尤其想安利给那些和我一样 从来没有在具有明显种族问题的国家生活过的读者 读过之后你会更加理解 为什么在美国的影视作品中 会出现一些乍一看 让人觉得过于极端的种族冲突 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这两年 美国的平权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结构上本书分成了三大块 第一部分从专业角度出发 分析了人类的大脑结构和一些心理特质 解释了偏见和隐性偏见的产生原因 这里提到一点是人天生就是具有偏见的 就好像是某种出厂设置 第二部分呢则涉及到了作者这个团队多年的实验啊 研究结果 印象中有一个例子啊 是他们在网上假装成有两个家庭都想租房 那这两个家庭的其他所有信息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图片上一户是白人家庭 一户是非裔家庭 从而去观察记录出租者们对两户家庭不同的反馈 但我想更着重说一下的是 这一部分当中涉及了作者 或者他教过的人啊 他在实验中接触过的朋友啊 等等这些真人的亲身经历 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段是 埃博哈特本科毕业时是优秀毕业生 所以要在毕业典礼上举棋子领队 毕业典礼前一天呢 他去帮一位关系很好 他很尊敬的教授组织一场活动 离开的比较晚 回家路上警方无故的截停了他的车辆 并且对他进行了下车检查 还将他带到了拘留室 最终呢还是接到了珍妮福求救电话的 那位位高权重的教授 给警方施加了压力 才把珍妮福放出来的 而我们的作者自始至终 都不知道他的什么行为引起了警察的怀疑 他又因什么原因受到了拘留 直到第二天他作为优秀毕业生 举棋时脚都是软的 而直到现在这个片段都令我感到魔幻 第三部分叫出路在望 充满了曙光啊 提出了问题总是要解答下问题的 当然啦偏见是个极其宽广的问题 除去刚刚说的种族歧视 他还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例如说性别偏见等等 在最后一张作者对其他形式的偏见 也稍稍有所提及 他试图提出一种概括性的方法论 如何从整体上来说消除偏见 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 在第256页 作者提出啊 企业和社会 首先要培养一种能够意识到偏见存在的价值观 塑造一种新的 有意识的去避免偏见和歧视的文化环境 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跳出思维定式 对抗生来就具有偏见的系统设定 虽然我好像讲了挺久的 但仍然觉得只是泛泛一谈 如果大家也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去阅读 哎呦 今天忘了 在这摆这个了 来我们 变 好啦红豆沙们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中想跟大家分享的四本已读书集了 希望给你们带来了更多的阅读灵感 无论是想表达自己的好奇 种草 还是想跟我聊聊你的阅读感受 多欢迎大家随时在评论区与我互动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关注我的频道 把我安利给你其他爱看书的朋友 大家的每个小举动都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Sasha 一个读故事的人 讲故事的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